完全是心情分享 欢迎回到小不高兴的视频中间 那么今天带大家一起来一款 还是保持物品的 Power of the Prime Snow 嚎叫 嚎叫和飞镖 是属于去版动画片里 第二批出现的机器恐龙部队 和前三只系统男 曾经进行过一场大战 但是在战力方面 后面出来的这两只 应该是比不上前三只的 这次官方推出的恐龙小队 可以说是众望所归了 在这儿也给大家展示和分享一下 我平时是怎么开包 这种挂卡式的地级别玩具 因为之前很多朋友私信问我 怎么样才能比较好的 不损坏被卡情况下取出玩具 之前我应该展示过 但是在这儿再给大家做一次分享吧 从G1的玩具开始 蚝角都是恐龙小队里面 身材比例最好的一位了 摇晃起来 这下半身由于受到大腿部分 脚筋关节的影响有一定的扣分 头雕方面依旧是做的非常的帅气 头盔也是蚝角标志性的两个脚的形状 从侧面来看整个的造型也是非常饱满了 胸口的形状和颜色和G1都很近似 但是没有了那种金属冰凉的手感和质感 胸口正中间有一个凹陷 可以把这个巨大的组合形态的手掌插进去 那不是说咱们照备不够吗 瞬间给你升几个吨位 不过看起来太诡异了 手臂方面也是大臂做的很圆润了 小臂上面有金黄色的涂装 小腿正面是涂装代替了G1的贴纸 但是小腿内部来看确实是有些空洞 特别是接近脚板的位置 侧面来观察整个的身形是非常干净的 并没有什么额外多余的背包 背后来看也没有什么空洞 而且龙形的尾部 其实从背影来看比正面更加饱满一些 更龙形方面头雕向各个方向移动 上提的时候要注意 有时候下面的面板会随着头雕一起移动 手臂向前向后 但是向后会受到恐龙尾巴的阻碍 侧摆平举有一个挖槽也是能做到的 外板内收肘动关节90度 手腕是锁死只能变形向里勾了 还有把大剑 这个大剑是完全透明的 并没有像之前的飞镖一样涂成红色 有点可惜 腰身是可以旋转 大腿根部向前向后 其实向前这个支持力度还OK 并不会特别的松动 但是球形关节长起板之后 松动这个是必然的事情 居膝的时候要注意 有时候不小心会把后面金黄色的部件给它碰开来 小心一点调整 就可以做到一个差不多90度的状态 两趟腿都是这样的 由于有这个锁定的部件 所以在宝儿的时候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的 脚板就没有外的接地性了 基本上就是一个A字形站立的姿态 那么之前推出的第一级别铁渣放在一起整个的尺寸配色造型 都是很搭调的 这机器恐龙部队放在一起看着真是舒服 官方推出这套机器恐龙可以说是众望所归的事情 而且整体的设计让人感觉相当的用心 除了人形 兽形都很还原之外 整个变形过程也没有给玩家过多的压力 可以说是非常轻松流畅的一个过程了 那么人物的头雕做一个收纳之后 尾巴就翘起来了 腿部利用根部的一个关节向前提90度 有一个固定的位置 背甲竖起来 这龙形的尾部就是变形到位了 小腿这个地方也是特别简单 背后的黄色面板打开来腾出位置 就使得黑色的大腿收纳在灰色的小腿里面 也是很多变形量所使用的一个经典收纳手段了 另外一侧镜像的翻转调整 再把刚才打开的面板合在一起 这个恐龙头也可以扣在一块了 紧实的小腿收纳 这个调整起来还是比较轻松的 上下进行一个锁扣 最后是把恐龙的前肢向下调整 注意金黄色的塑料 它的根部是有两个凸起的定位点的 OK 咱们的豪角也就完成了 从人形到恐龙形态的变化 龙形摸一摸 这挺扎手的 摇晃起来一体性表现是相当不错了 那么尺寸方面和之前人形做比照的铁渣 再拿过来做一个直接的对照 身形方面两者是差不多的一个长度 头部挺小的 基本上通过头身笔来凸显整颗龙形的巨大了 而且是一个内涂装的半透明效果了 最高这个尖刺变形的时候也可以看到 它是可以向两侧摆动的 整个身形从侧面来看 弧线的最高点位置还是挺合适的 前腿就只是根部有一个轴向的关节了 后腿活动的幅度就会更大一些 但是脚掌的接地性看起来有点奇怪 只是前部一小段作为脚掌 后面很多位置都是腾空的一个状态了 当然从侧后方来看 这个剑龙我觉得身形表现的是最为饱满的 那么侧面来看 这黑色的部分也有很多细节的涂装了 很多G1玩具里面贴纸来表达的细节 在现代的玩具上都用涂装和细节纹路来代替了 人型的武器在恐龙形态下也是有收纳位的 这个透明大剑 这个时候收纳这透明色就体现出优势了 并不是特别的明显 另外一侧巨大的组合手掌放上去就有点违和了 修罗王或者是叫恐龙小队的组合形态 其实更多的是民友当中歪歪的一个产物 官方并没有给出一个特别统一的组合形态下的四肢安排 那么在个人的想象和根据很多同仁作品里面的一个表现 这个嚎叫似乎是应该作为修罗王的一条美腿出现的 那么从龙形到组合状态 腿部的变化也是非常简单 最后是拿出这个黑色的脚掌部件插进去 组合形态就已经准备就绪了 组合形态单看这条美腿效果还是不错 特别是尾部冲上的一个造型个人很喜欢 摇晃起来一体性也是没得说 尺寸方面如果看尾部尖的一个高度 比官方D级别的玩具还是要高一些 就像刚才提到的尾部冲上的造型 在组合状态的表现力个人以为是非常棒的 而且背甲有一个层层叠加的效果 也是增强了一定的立体感 脚板有左右的一个摆动以及旋转的可能性 旋转背后就可以看到粗大的向上凸起的组合结合位点 而且龙形的头部以及后腿都有不错的定位锁扣 唯一不满意的可能就是脚板的比例 作为修罗王我觉得脚板应该要更大一些 豪叫是机器恐龙部队里面的颜值担当 这款官方D级别的作品继承了简单好玩的优点 造型也不差 组合形态就全当是送的好了